长者接种疫苗扩大施打 由于多数长者观望 使得施打率维持在两成左右 瑞瑟湘一对83岁的好闺蜜 就相约一起接种施打 开心地表示 希望能够增强自身的保护率 卫生所主任医师吴大志 也很肯定地表示 目前完成疫苗施打的民众 约有300多人 施打之后的状况都相当的良好 即便因为近日长者施打疫苗 猝死的事件是有所闻 让现内长者却不观望 不过瑞瑟湘这对83岁的好闺蜜 彼此求求来施打AZ疫苗 金主任医师评估后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接种施打 还好 我小孩子说 妈妈你这样不打 以后还是要打 有的话尽量的早一点打 妈妈你那么爱爬爬的人 现在不配合中央防疫 扩大长者疫苗接种年龄类别 但多数长者却不观望的心理 使得这几波 县内长者疫苗施打率 维持两成左右 看见老友闺蜜 或家人陪同长者施打接种 卫生所主任医师 吴达志也很肯定 那我们目前打了将近300位的民众 有一两位曾经有来反映过说 可能打完之后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胸口的一些 感觉怪怪的啦 然后有一些头晕的状况啦 那有两个长者来卫生所给我们看一下啦 然后事后给予一些症状治疗 回去再追踪都并无大碍啦 并没有所谓的很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 日子乡卫生所完成300多位民众接种施打AZ疫苗 经一两位长者出现些微不适 经症状治疗与追踪后并无大碍 施打情况多数良好 卫生所也请相信民众放心 配合施打 扩大社会全体的防护力 所以还是呼吁 就是说有符合资格的民众 能够尽快施打啦 因为其实打完一剂之后的保护力 也有六成到七成 基本上只要不要去群聚的话 基本上保护力应该是足够啦 所以还是希望说 能够施打的尽快施打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大家谨守自身的防疫作为 华林县卫生局也呼吁 乡亲民众尽量配合接种疫苗 提升身体对病毒的防护能力 才有机会让疫情消退 恢复原来的生活 记者石玉兰瑞岁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